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又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 三個頻道,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 有位人兄終於要爆了 是甚麼人呢? 就是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雅女 他在聯合國大會 的會議當中 露斥 西方經常污衊他 他就說自從和中國 建交之後,因為之前所羅門群島和台灣地區 有邦交引號 更加在和中國 簽署了 安全協議之後 一連串毫無根據的 不實指控、造謠、批評 甚麼都有 他就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上說 他認為自己的國家在媒體上 受到不公平的攻擊和抵威 這種待遇 根本是威脅到 所羅門群島的主權 和民主 當然了,民主只是屬於西方的民主主權 只是覺得 他覺得你有主權就是有主權 你看這個塞爾維亞多慘 科索玉 就是 西方支持 所以西方的領導人 叫塞爾維亞總統放棄 放棄 其實 所羅門群島之前 曾經 是台灣當國的邦家國 邦家國引號 2019年 就跟台灣斷開關係 之後就跟北京建交 索加雅雷 在聯合國大會上就說 這個是一個 由民選政府通過民主程序做出來的 一系列措施 我再次呼籲 所有國家所有人應該尊重我們的主權和民主 他亦都說 所羅門群島是採取了 跟所有人交朋友 不同所有人做敵人的外交政策 索加雅雷先生 其實不可以 我不是說 你的政策不對 是在 西方的輿論之下 你是政治不正確 你跟中國 那麼好朋友 在西梅眼中 就已經是不可以 成為他們朋友 是等於敵人 他亦都說 在執政的 這段時間以來 所羅門群島不會 和任何威脅地區和國際和平的外部勢力 或者 安全結構結盟 所羅門群島 不會被迫選邊站 我們的奮鬥是為了 發展我們的國家 我們伸出友誼之手 尋求和所有國家的真誠合作 和夥伴關係 索加雅雷 其實就是 今年4月 中所正式簽署了 雙邊安全合作框架協議 雙方將會在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人民財產 還有生命方面 是展開合作 當然 還有人道主義救援 對極端天氣的應對 也是有合作的 就是為了幫助 所羅門群島 加強維護本國安全的能力 和建設 為了促進所羅門群島社會穩定 和長治久安 不過這樣 這個 公開構明 開放包容 不針對第三方的協議 索加雅雷先生 就覺得 這樣就被人家釘上了 因為你簽的國家叫中國 好像之前 新西蘭總理 就說 要嚴重 關切 所羅門群島和 中國簽的這份安全協議 美國官員 亦時隔多年 親自出訪 當然就是這個JFK 約翰甘賴迪的女兒 卡羅甘賴迪 就算他出馬也沒有什麼收獲 對 而且 澳洲媒體 以澳大利亞 人報 不斷炒作 又拿到 秘密文件 就打算 挑撥 中國和 所羅門群島的 關係 甚至 就說 中國 應該 要小心他才行 他可能會入侵所羅門群島 推翻所羅門群島的政權 現在索加雅雷 在聯合國 什麼東西推翻政權 就得淡笑 其實就算 今個月6日 當所羅門群島政府 因為國內事務 向議會提交了修憲 法運 就打算將議會的任期延長7個月 7個月 澳洲方面 就是 在同一天 對外發表聲明 就說 已經向 所羅門群島 提議 你們不要延長 我們給你錢選舉 為你們提供資金 所羅門群島方面 相當地生氣 公開指責澳洲 打算 干預 所羅門群島 議會選舉 亦都說 這種做法 相當不合適 對 是對所羅門群島 議會民主制度的衝擊 是外國政府 對於所羅門群島 的 內政直接 干預 現在 澳洲之前 經常說中國 去投資 有可能干涉 中國內政 現在所羅門群島就直接說你是干涉他們內政 但是西媒就很少報 多數就說這個索加雅雷肯定收了人錢 收了中國錢 沒有證據 對 沒有證據 索加雅雷原來下星期 獲得美國總統拜登的邀請 就會參加由美國總統拜登主持的 一個峰會 跟其他太平洋地區的領導人一起去 美國就希望通過這次峰會 展示美國對太平洋地區的所謂承諾 你的承諾都很久了幾十年之後才承諾 另外 被稱為印太沙皇的 印太地區首席 政策協調員 Kirk Campbell 他亦說自己很期待 跟索加雅雷有對話 並且就說索加雅雷 是我們美國的盟友來的 所羅門群島將會從一系列的計劃當中 是得到利益的 他亦說我們很清楚自己 在憂慮什麼 我們不希望看到 一種 遠程力量 的投射能力在所羅門群島上展現 其實就是指中國 遠程力量投射 其實就在上個月 索加雅雷 所羅門群島的這位總理 取消了 原定同一名美國高官一起出席 二戰紀念活動的計劃 然後 還宣佈 禁止 一些外國的 軍艦進入他們港口 不過 所羅門群島 是歡迎 人道主義的美國海軍 醫院船 還有 他就說到禁止 又是賴中國去唆擺 所羅門群島就說不是 我們過了新的 一些規例法案 所以要慢慢去審才行 9月5日的時候 所羅門群島方面 對於軍艦禁令就說 其實 都是有兩個國家 是暫時可以豁免的 就是澳洲和新西蘭 因為近了 還有 依然是有幾份情意 索加雅雷就說 所謂 西煤炒作的這個軍艦禁令 其實是 臨時的 是因為要有時間處理一些 新的法律法規 並不是針對其他國家 更加不可能針對美國 當然 你這麼友善 但是 人家就不太友善 其實上個月底 所羅門群島 就是 暫時禁止美軍軍艦停靠 專家就又說中國 哇 中國 已經發起了一場 無聲的戰爭 說到這麼大 好像之後都可以讓他去 無聲戰爭結束了 是不是 其實當時 駐 澳洲大使 美國駐澳洲大使就說 所羅門群島 炒作得很大 通知美國政府 在等待新協議更新的過程當中 是要暫停所有海軍 軍艦的停靠 你記住他自己口說 要等待新的協議 那你等吧 喂 你這麼霸王 別人國家 有條新的協議 法例要你等一等 你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停靠 而且是所有 並沒有針對你美國 後來就豁免了澳洲和新西蘭 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 露批就說 哎 就是在中國的脅迫 和迫白之下 索羅門群島就聽了他們說了 所以我也明白為什麼這個索加瓦雷 要在聯合國大會 大火都來 在這裡爆了 因為 喂 這些無中生有 他叫你等一等 喂 我覺得 你等一會都不肯 顯得 好像美國那些軍艦 很霸道 我是要停就停 我管你通過什麼新法律 什麼新規例 什麼新協定 不關我的事 我要停就停 是不是 好像很霸王那樣 那麼其實 原來美國 海岸 警衛隊 巡邏艦亨利號 就打算在索羅門群島請求 停靠補給 結果未得到索羅門群島的正面回應 索羅門群島 其實已經是 後來就發了聲明 索加瓦雷就 發了一份聲明 為了更加好 監管 索羅門群島的 專屬經濟區 索羅門群島已經暫停 所有外國軍艦進入他們水域 現在 要等待通過新的 港口 訪問 批准程序 過了這個 新規例就可以停靠了 那你也不等 還說中國動手了 其實 中國也可能不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 有關我的事 索羅門群島的總理當時就很生氣 就說 我們已經要求我們合作伙伴 給我們一些時間審理和落實新流程行不行 之後就批准你的軍艦 靠 我們只是希望建立國家 能力 可以監管太平洋 賭卻自己的 這些專屬經濟區 這個程序 將是普遍適用於所有 到訪的 海軍艦艇不僅是美軍 你看 別人說到 你 不是少少時間都不給我們吧 你等一會行不行 真的兇啊 不行 我說停就停 你不讓我停 就是中國控制了你 索加雅雷 你是不是收了中國錢 投共是吧 當然 索加雅雷也說 不僅是美軍軍艦 就算 英國海軍軍艦 私配號 都是 是 是延誤了審批 是終止停靠 這個海港 美國怎麼說呢 他就說 我們這次勵行停靠 勵行停靠 你去到別人的國家 要不要搜回別人的規矩 一定要的嘛 他就說 我們最終船隻就去了 巴布 新幾內額 美國政府就說 我真的對你們很失望 真是霸王 我看到這些我就很生氣 明明人家有個過程叫你等一等 你就不是 就在這裡碰瓷 就說你搞得很慘 這位 白宮發言人也說 預計未來所羅門群島 會向 美國的船隻提供許可證 你也會說 你一次半次是不是不給別人一個過渡期 現在就是不給 是浪泥 另外 美國 白宮也說 很明顯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 打算 欺負人家 迫白人家 整個 印太地區國家都要聽他的命令 關什麼事 他也挺好想像力 人家國家 龐著也中槍 真的 人家國家 打算 有個新的流程 叫你等一等 你就很失望 扮了 慘了 碰了詞 然後 罵中國 其實是這題發揮的 他更加說 哎呀 他們認為 他們可以控制這些國家 這些是自私的 是關懾人家 國家的安全利益 現在不可以這樣的 我們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關什麼事 之後你的船就去到了 你有沒有向所羅門群島道歉 你的船可以靠 投訴就好 是的 這些高高掛起 一向都是這樣 西方言論也不說 浪費 另外 原來 新西蘭有位華人 人家叫阿拉伯之春 北京之春 的一位 海外民民人士 就向自由老洲說得很大 我透過媒體 得到一系列的資料 包括 中共在2021年 向所羅門群島 總理辦公室 就已經 有一份政治獻金 有249萬美金 索加雅雷就將這些錢全部分給 29名支持政府的議員 之後 中國大陸 就打算遭用 所羅門群島 圖拉吉島 全島 所羅門群島 就宣佈從中國 獲得一筆 6600萬的貸款 原來 用在 中國科技巨頭華為 在這個國家建 建造161個 電訊塔 以及 所羅門群島 就 要抨擊我們 外國記者 和西媒 好像你們 罵他 可以看到 其實 中國 是加大了 對所羅門群島 金錢的駐馬 不排除 已經整個國家控制了 說得多大 說真的 你也會說 200多萬 分給 30多人 每人都不是很多 每人是 5萬多6萬美元 你可以說 他們是煤 如果他有心的話 會不會拿這麼少錢 還好笑 6600萬貸款 弄了610多個 電訊塔 之前的所羅門群島 那些電訊沒有人理 那不找中國找哪裡 當然 這位 陳維健 這位 海外民運分子 也說 所羅門群島 總理索加雅雷 騙了西方 他在4月份的時候 表現出一個很好的姿態 就說 不會被中國起軍港 而且 這一刻也沒有起 他這篇 這麼荒謬的 應該說這次 這麼荒謬的 訪問 就是上個月底 現在有沒有起 還有騙了你 如果你說騙了 應該有個基地出來 沒有 什麼都沒有 當然他還說 還表示所羅門群島 在南太平洋 民主大家庭的一緣 我相信最近這幾個月 中共一定會對所羅門群島 用更大的經濟駐馬下去 有了 很大的轉變 應該說中共的金錢 已經收買了索加雅雷 從種種跡象來看 所羅門群島 已經被中國 完完全全控制了 是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後來他又有豁免權 被新西蘭和 澳洲上岸那些人 什麼加大駐馬 軍港在哪 六千多萬 蓋161個 電信塔 還有什麼錢 軍港應該也要十幾二十億美金 這位新西蘭的 民運人士就說 唉 我對所羅門群島的未來 是否可以站在民主那邊 他又 好像 突然轉了一個大向 他就說 他表示樂觀 剛才說得很悲觀 你幹什麼 剛才他又說到 整個國家已經被中國控制了 現在就說很樂觀 因為這個國家的國民 比民主國家 和獨裁的中國 是更加 是 理智的 對於這個國家 資金投入 是不同的 我們之後投入多一點 做一些慰民措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西方做的就是慰民的 中國做的就是政治工程來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選擇我們 嘩 嘩 第一件事 你有沒有投入先 沒有 第二件事 你就一定是慰民的 那麼他就說 不斷累積的不滿民意 將會在未來選舉當中 拋棄索加雅雷這個腐敗的政權 那麼他也說 索加雅雷 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腐敗例子來的 我相信下一次選舉 他很難會贏的 民主國家一樣會佔上風的 那 我又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整個國家被中國控制了 那麼下次應該是不會贏的 邏輯何在 我們自己看看他說的 我們自己都很亂 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自由魯州沒亂請 那些狗不答白的人上來 自己自相矛盾的 有時候相信國民 然後有時候控制了 然後有時候前景是樂觀 你說什麼 究竟樂觀還是悲觀 大哥 另外 自由魯州找了一個叫 島內的學者 叫李奶 談 李奶談 台灣的那些男子很喜歡叫 奶乜奶乜的 知道嗎 什麼乜奶乜 乜奶乜 乜奶乜 中國 中國大陸 不是 還有這個 反正有很多乜乜乜乜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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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他們以前民進黨的一個月是奶公 那是廣東的 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 其實有時候 你用 普通話來讀 沒有那麼奇怪 你用廣東話 李奶群 好像很奇怪 不要緊 這個 大家 想法不同 因為他們讀的那些不同 好笑的 那說回來 這位所謂的學者 他就說 梳李祖 這個 這些綠人學者 他當然是討厭索加瓦雷 因為以前是跟台灣地區有關係 他就說 你看他的立場變了很多 中共 就利用南太平洋島 作為民主國家的多元 開放特點 我頂你 你之前就說他們腐敗 現在就說他 很多元很開放 怎麼啦大哥 亦都說希望 用索加瓦雷一個弱點 索加瓦雷就希望擴大自己權力 不斷獨裁 所以中共就輸出腐敗了 所以 今天 美國船隻被他 他有深層異議 但他現在可以回去了 美國和 民主國家一定要 要看清楚 中共多年來的無聲戰爭 戰爭已經打響了 大家不要再沉睡了 什麼戰爭 神經病 我想 他說的無聲戰爭 就是 幫助所羅門群島 建建基建 其實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們又不去 你經常叫人 你自己不去就經常罵人去 我終於記得這個奶公是誰 是湖南人 這個民主進步黨的 以前大哥來的 不叫人叫奶公 之後 他老婆叫 奶什麼 真的不要說 因為他覺得很好笑 反正大家發音不同 普通話讀得不同 好 這次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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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